全台疫苗接种率现在来到312万剂 整体的涵盖率是13% 而现在第9类跟第10类的接种对象 都可以到中央推出的疫苗预约平台 来进行意愿的登记 但是也有民众担心 莫德纳疫苗打气比较旺 会不会到时候只剩AZ可以打 也有基层医师建议了 如果担心AZ疫苗打气差会滞销 中央可以考虑开放 给更多族群来施打 中央推出的疫苗预约平台 正式开放给第9类和第10类对象登记 短短几天有意愿登记的人数 就有将近200万 而民众登记后还要再等收到简讯通知 再回到系统预约接种厂牌地点和时间 预计7月16号就能开打 那这都没有办法100%的掌握 7月16号是根据我们预亡的经验 我们是可以做得到 但是也不排除有可能更早 或更晚 而7月8号这一天 新冠疫苗接种人次共有20.8万 创下开打以来单日新高 盘点一下国内疫苗到货量和施打进度 AZ疫苗共有372.11万剂 而目前累计接种198.6万人次 至于莫德纳疫苗到货330万剂 累计接种人次是113.4万 施打量目前还不到一半 累计全台已接种312万剂 涵盖率是13% 有民众就悠闲莫德纳疫苗打气比较旺 等到第九类和第十类开打时 是否只剩AZ疫苗能选择 也有基层医师建议如果AZ疫苗滞销 可再开放其他族群施打 并且让更多诊所加入接种点 而外传日本在捐赠两批AZ疫苗后 现在又进一步研议捐赠第三波疫苗给台湾 也有望再加快国内疫苗接种进度 接种我的 concern 感谢观看